第二組穿做出來的圖片 學員分別上台 分享各種經過城市變臉的 台中市長盧秀燕 遊走寫實風格 也有可愛Q版 表達大家心中對市長盧秀燕的想法 我可以練習到菜GVT該要怎麼使用 然後可以怎麼樣跟自己的隊員 自己去討論 討論要怎麼寫城市 怎麼裝機器的這一些的 這次偏鄉的同學從五個縣市來 我們最主要是讓我們的同學能夠了解 AI就是他們的未來 然後所有的城市 現在讓他們覺得非常娛樂化的東西 然後不知不覺中就已經操控未來 不是讓AI操控你 是你操控AI AI浪潮無法擋 衛生跟科技教育 台中市政府結合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 這天在台中清新溫泉飯店 舉辦第二屆衝拔AI小HERO跨縣市交流活動 來自新北與台中等五縣市 23所國中小250位師生參與 讓偏鄉小朋友實際體驗這項新科技 他說他把藝人學期的東西都寄給我們 本來如果是我們學校老師的話 應該會很無聊 可是突然覺得他們三個為什麼會那麼優勢 其實早在三個月前 他們就在線上進行連線的討論工作 然後今年的主題 就是有關AI對於教育跟生活上的影響 從他們的發表作品當中 我們預估未來十年內 所有的職業的未來的傾向 以及要做什麼準備 我覺得對小朋友來講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勞力激發 八方雲集慈善基金會 我們其實基金會在做的事 也跟我們關懷台灣是一樣的 針對偏鄉的孩子的教育 以及偏鄉孩子在資訊落差的不足 我們來一起共襄盛舉 兩天一夜的活動 內容豐富有趣又充實 每個人是收穫滿滿 鼓勵他們自發的學習 讓這AI翻轉未來 記者賴秋風台中採訪報導